对新冠疫情下的认知障碍症 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想在这个视频里告诉你 什么有帮助 认知障碍症是一种脑部疾病 压肢海蜜症是其中一种 还有其他类型的认知障碍症 女性和男性都可能患有 不是每个人都会患有认知障碍症 通常在认知障碍症的时候 患者的年纪已经比较大 认知障碍症可能会导致患者 表现出和以往不同的行为 他们会感觉不同 会容易生气 可能反而比较安静 通常跟家人朋友的人 可能会因为这样不想去 有时他们会很想坐在沙发上面 又或者反而走来走去 因为认知障碍症 或者通常会忘记比较多的东西 可能一时间想不起孙子孙女的名字 或者不认得一些词语 不知道将东西放在哪里 或者不懂得路 煮饭、买饭、穿衣、看电视 都可能变得不是不容易 有时进食不太美味 突然间不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可能会睡不着半夜紧醒 睡不清日头和夜晚 聊电话都可能不太顺畅 新冠疫情下 认知障碍症患者会觉得很难受 但有一件事是不变的 他们很想有关于他们的人在身边 新冠疫情下 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会很辛苦 即管困难重重 大家依然坚持 你们真的很厉害 你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跟这些照料者身上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知道 做有趣的事情会有帮助 可以出去走走 户外很有好处 在新冠疫情中 你也可以安全隐害出 如果患有认知障碍症 散步或者坐轮也出去 都会令人感觉好一点 健康饮食也有助于 对抗认知障碍症 保持大脑活跃 例如多些跟人接触 以及保持一直以来的习惯 就好像养花、种菜 唱歌、听音乐 对于认知障碍症患者 和照顾他们的人来说 有三件事非常重要 无论在新冠疫情期间 以及之后 建议一 保持同人联络 聊天和见面都很重要 如果有更多人过来探 或者聊电话 都很有帮助的 可以聊一下认知障碍症 例如同家人、朋友 隔壁论社 其他患者 和照顾他们的人 这样你们可以互相帮忙 你不是一个人的 很多人都患有认知障碍症 一起聊一聊 真是会有帮助 建议 尝试找到有效的方法 有时跟认知障碍症患者 保持联统会比较难 他们有时会感觉比较差 因为疫情 还要小心和保持距离 这些都会增加保持联统的难度 有时大家还会觉得 聊电话或者视频聊天 都不是那么容易 慢慢尝试一下 你们找到有效的方法 一起努力 会有一些可能性 建议三 有时你都需要帮助 了解什么是有效的 跟医生或者case manager 保持联系 有活动中修 也都专门为 认知障碍症患者 开始 他们有很多知识 若时间聊一下 他们可以帮忙想一下 可以主动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帮忙 如果认知障碍症变得严重 家庭医生 case manager 或者practice on the sterners 可以帮忙 可以发现 你都可以去亚之海蜜症咖啡厅 他们可以提供更多有效的讯息 试一次这么多 我希望这些讯息 可以帮到你